颇现某雷场扫雷时,发现一枚少部分,陆于地表的加重手榴弹弹体。杜富国对同组作业的战士说,你退后,让我来,独自上前排除手榴弹时突遇爆炸。 他用身体挡住弹片,保护了战友,自己却失去双手和双眼。杜富国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。 在颁奖现场,他对将在副边境排雷一线的战友们说,兄弟们,对不起,原谅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扫雷了,请你们替我继续完成任务,向你们致敬,我等着你们胜利归来。 说完,他举起被炸伤的右臂,进了一个最震撼的军旅。杜富国一事前,韩卫国、刘雷和陆军党委常委,与十大标兵及亲属见了面。 陆军首长指出,在座的各位标兵,是新时代百万陆军的优秀代表,事迹非常过硬,非常感人,普遍受到全国全军表彰,有党代表,有人大代表。 特别是杜富国,主动请英绪扫雷,危险面前让我来,身受重伤很坚强,是了不起的。 英雄 韩卫国与杜富国又,作为陆军司令,韩卫国以知兵爱兵著称,他写给陆军官兵,及家属的几封信广为流传,数次刷爆朋友宣。 2018年1月28日,韩卫国写了致陆军官兵家属的一封信,表示就要过年了,我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,他感谢军人家属多年的无私付出,也要求他们当好贤妹主,使自己的另一半不要犯错,稳步前进。 例如,妻子要管好丈夫的手。 韩卫国说,回顾个别军官蜕变轨迹,他们也不是生来就是金钱的奴隶。 随着职务升迁,随着手中有了权力,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,慢慢就欲望膨胀,不断敛财。 作为家属要经常吹吹枕边风,拉拉亲人秀。 谈到军人家属两地分居问题,韩卫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,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,孩子出生当天见了一面,第二次见面是八个月之后,第三次见面孩子都快四岁了,以后经常几个月甚至十几个月见一面。 韩卫国也说,陆军党委会合理安排好分居军人家属的生活。 我们要求,在父母生病临终时,在妻子生子临产时,在孩子生学临考时,只要没有打仗任务和确实离不开的特殊任务,都必须及时请假回家。 对于父母生病不回家,妻子生产不照顾,家庭有耐不帮助的个别官兵,不仅不表扬,不宣扬,而且还要对他的真实品德进行考察。 在2017年9月,实质中休,国庆之前,韩卫国给陆军全体新兵和车辆驾驶员各写了一封信。 在给新兵的信中,韩卫国分享了自己刚入午时的故事。 我当新兵时,班长在训练级时,也有踢过我的屁股。我会生气。但我的班长是个面冷心热的好班长,每当吃饭时,他总把仅有的几块肉拨到我的碗里。 野营睡觉时,他总是睡在漏风的门口边,晚上还替我站一岗。徒步拉链时,他总是抢着帮我备武器装备。一次我生病,平时非常抠门的班长他已经结婚,每月只花两小钱,给我买了一个鸡蛋,让吹士班给我煮了一碗面条,这顿饭让我流下了眼泪,永远不会忘记。 班长退伍时,我买了一只鸡煮熟请他吃。现在班长已经七十多岁了,人还记着我,我是他为亲哥哥。 韩魏国还亲切地提醒新兵,要把在部队的第一个结果好,认真洗个澡,特别是地处新疆,西藏和韩区的新兵,要晒晒被子,洗洗军装,特别是洗洗字。 挤的臭鞋。在给驾驶员信的中,韩魏国要求他们不开英雄车,不开赌气车,不疲劳驾驶,不带故障出车,不要边看手机边驾驶。 你们的方向盘,连着官兵的命,连着亲人的心,连着党和军队的荣誉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